注意看 这个男人太狠了 这个男人叫小帅 拥有一手神乎奇迹的加娃娃技巧 还到处加娃娃送给附近的小朋友 弟弟给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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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帅的行为逼得娃娃机店长们决定花重金 找来娃娃机杀手来对付他 这个男人叫大胖 从小就开始加娃娃 加到家里娃娃放不下 只好搬家 我们今天要倒闭人 那样前行那么厉害的人啊 放心 我可以帮你们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以后我来 人气都必须开20度以下 路秋也要开吗 路秋也要开 听到大胖开的条件 娃娃机店长吓到当场心脏病发 老板 好笑点 你就是传说中的扫台王吗 是啊 看不出来吗 大胖没想到小帅原本只是一名清洁工 扫着扫着扫出兴趣 连台都开始扫了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离职 他扫得别干净 扫台王 扫天婉这种谐音梗 我看你也没什么硬实力 你是什么啊 你是谁啊你 我姓妍 台中严家 我也没听说过吧 你还都是在台中话最也叮当的 你搞错了 我叫颜值增高 我爸爸是日本人 你长这样叫颜值增高 我看你比较适合叫零到五稀啦 说什么东西啊 看来我们今天一定要分出个高下了 正有词 你觉得我们两个谁看起来比较帅 不会伤心的 不会不会 我觉得不会伤心的 YES 我今天画胡子不公平 你觉得我们两个谁看起来比较帅的 这个 不会 你信用胡子的关系吗 单纯觉得他比较好看 好 OK 好 我说我选他 不对 我们今天是要来比谁比较会叫娃娃吧 大胖突然意识到 亲子乐园的事情 应该是要用娃娃剂来解决 于是两人决定 一人拿一千块出来 比谁比较会嫁 你喜欢当出头鸟是吧 不是我喜欢 是每只鸟 几乎都好 来吧 我接受你的挑战 大胖的战术 是请娃娃提点 看起来比较会嫁的人帮我嫁 这个战术 十分考验大胖的后脸皮 我一定要赢啊 我只能扣你了 大胖 小帅的战术则是直接花钱 跟其他玩家买加到的娃娃 同样也是十分厚颜无耻的战术 两个人对决到互相上下 但是对决最激烈的时候 大胖的万岁道症候症忽然发作 我说万岁道症 怎么能这时候发作人 与此同时 小帅的足底筋膜炎也发作了 可以拉我一把吗 怎么这时候足底筋膜炎发作了 啊 哥哥 我想吃这个饼干 可是还没夹出来 我只剩十块钱 你们可以帮我夹吗 看来我们都忘记夹娃娃的初心了 现在我们两个都受重伤了 我们要怎么帮助这小妹妹 我的脚受伤 你的手受伤 所以代表我的手是好的 你的脚是好的 大胖和小帅 被小妹妹的故事感动到 决定携手合作 加小妹妹最爱的零食给她 可恶 吃里扒外的东西 可恰一个就调最低 没想到大胖小帅 却发现了一台机器 有绑架 成功了 可恶 吃里扒外的东西 可恶一个就调最低 可恶一个就调最低 没想到大胖小帅 却发现了一台机器 我的饼蛋 可是人生那一帆风顺的 大胖和小帅 还发现小妹妹 留下了一台满满的购物车 想起沙发马铃薯加满购物车 可以换饮料 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就是我的梦想 让全台湾的小朋友 都有饼干吃 不要让他们的童年留下遗憾 那你今天长得那么厉害 美甲必重呢 厉害才不是呢 我每次来俠之前的 前天晚上我都会偷偷溜进来 用板手来调他们的机台设定